到东京一定要来的地方 在东京要吃到最新鲜的海鲜sashimi的话 那肯定是这里 因为所有的海鲜餐厅都是从这里批发出去的 这个米饭也是颗粒分离的 真的还不值得 本账单来的才值得 这家店不是很贵的 不像刚才看到的什么1.5 当然1.5那种是很大很大的 这种各样的孩子它放在一起 也是同样的放一点点往翻里边上来 太好吃了 你这个也很好吃 太多了 我刚才也预估15000块 差不多15000块左右这顿饭 对吧 我们刚才看到一个大的海胆饭就要18000块 像那种绝对是载游客的店 不要去 真的进来之后呢 你们只要去找不是很多游客排队的店 随便这种日本人的小店 干干净净的都可以进来 反正不要去最贵的那种载游客的店就可以了 我刚才听过这家店的价格会都要死了 就是载游客的价格 给你看看 看到没有价格 比我们刚才的汇三问题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不正常的载游客的价格 我刚才那次就有1000多的海鲜饭 这里都要买9串的 像这种都是载游客的店 不要了 虽然有人排队 那也就是游客上方的 你说你们在这里逐地 没有必要去搜什么小红酥的啊 小红酥造那些店 也就是国人自己来吃 随便吃到哪一家就说哪一家 而且他们通常都是去那些很贵的 载游客的店的 知道吧 就按照我刚才说的 你们不要看多不多人排队 还是怎样 你就看价格 店里又没有人 然后店里有人 价格比那些游客店要便宜三分之一以上的 那你就进去 准备错的 那些都是日本当地人去的餐厅 知道了吗 那些价格死贵死贵 还有人排队 那就宰游客 游客看着小红酥来的 真的没有什么必要进去 爱宰 这里也有很多日本人来的 不单单是游客来 看我身上的那些小妹妹 是不是这个大大的森肥 但是有很多人在排队 我那想吃 但是又不想排队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 你看这么大 这么大 这么大一天 啊 他们也都要排小人 我也要排张照 好了 我们也吃饱了 一定大家记得 要在中午一点之前来 因为这里一点到两点 很多店也陆续都关门 因为他们早上四点之前就开门做生意了 人家做八个小时到一点两点 是不是也工作了十小时 应该关门了 当然如果你可以早起的话 你记得你六点前就来 六点前就来 可以吃到和我现在吃到的不一样的 更新鲜的东西 走